哈囉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這部影片要教大家怎麼獲得 幻塔裡面的一個SSR元氣 劇情手臂 那這個元氣是一個比較偏向 戰鬥去使用的元氣 有了他之後我們有持續20秒的時間 可以用這個巨手來進行攻擊 而且期間是幾乎沒有硬直的 那要拿到這個元氣 是會需要你完成一系列的任務的 建議在任務開始前可以先 拿到這個衝浪板 然後地圖稍微有探索一點之後 再去挑戰這個任務 會比較輕鬆一點 好那我們就開始進行這一系列的任務 首先我們要來到亞夏大陸 這個北邊有一個叫納維亞的地方 在這邊有一個地方叫做納維亞灣 我們走到附近 都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冒著藍色光柱的一個小島 我們要做的就是先到這個小島上面 去跟他進行對話 請忽略我撞牆的過程 總之現在我們來到了納維亞灣的中間 跟中間這臺機器對話 他會顯示查看資料 這個任務就是要我們開啟 納維亞的生態源 要開啟他的生態源 會需要解鎖 附近的三座天線接收臺 那這三個天線接收臺的位置 我直接幫你們標註出來 就是畫面上有一個 像藍色的洞一樣的地方 那些就是天線接收臺所在的位置 不過去到這些天線接收臺之後 還需要完成一些任務 才可以修復這些天線 那我們先從最左邊的這個接收臺 開始看起 那我自己是從白晶島這邊直接飛過去的 地圖我幫你們標註出來之後 要到那個位置應該沒有太困難 所以我這邊就不詳細列明 我怎麼到那邊的了 其實是摔死過去的 好那在我們來到這邊之後 先在下面簡單繞一下 可以看到一個損壞的密碼機器 可以跟這個密碼機器互動一下 這個密碼機器主要就是提示 我們等一下上去要進行解鎖的一個密碼 但其實沒有跟那個密碼機器互動也沒關係 因為我等一下也會直接給你們密碼 那出來之後直接往上飛 就可以到這個塔裡面了 進到塔裡面找到一臺機器 那邊會顯示可以輸入密碼 輸入我上面顯示的密碼 5972就可以完成第一道任務了 在我們完成密碼輸入之後 千萬不要忘記在後面 再啟動一下裝置 啟動了裝置之後 才算解鎖完成第一個天台 好那接著我們來啟動 南邊這個橘色圈圈的第二個裝置 但在我們去開啟南邊那個裝置以前 我們需要先擁有一定的訓練點數 訓練點數可以通過能力訓練裝置 這個來獲得 要完成這個任務 總共會需要600點的訓練點數 好那大家看地圖應該有辦法過來 相信怎麼過來我就不演示了 這邊門口會有一隻狗狗在守衛 然後上面會有不少的裂狗者 爬上去之後為了作業方便 大家可以先把這些雜魚給清一下 來到前面的機台點擊查看資料 他這邊會告訴我們 他需要5個實用工具組 才可以修理這些機台 那實用工具組要怎麼獲得 就是從我們剛剛拿到的那些訓練積分 來兌換 我們到幻屋 積分商店選取精緻禮物盒 然後兌換5個這個精緻禮物盒 接著到背包裡面 去使用這些精緻禮物盒 第一個選項就是實用工具組 總共會需要5個實用工具組 兌換完這些實用工具組之後 我們現在就可以修復這些發電站了 其中的兩個發電站會在這個屋子裡 我們繞一圈就可以找到 然後最後一個這個發電站會在 屋子外面一樣也是繞一圈 修復完這些發電站以後 不要忘記回到室內 去把這個裝置給啟動 好那這樣我們就完成三分之二的任務了 不過最後剩下的三分之一 可能會比這三分之二還麻煩 最後第三個我們要啟動的機台 是在這個海灣的東邊 一樣過來的方法 我就不再多敘述了 大家就想辦法過來 當然你應該可以等你 收集完組件之後再過來 因為我第一次過來的時候 是沒有任何組件的 他點擊查看資料會顯示 假如說想要拿到解鎖 這個機台的控制台組件的話 會需要找到獵狗幫的成員 然後跟他們拿到 那擁有這個組件的獵狗幫成員 在明羽島的西側 海港這邊 我們可以來到白晶島附近的這個傳送點 或者大家想辦法 先把這個傳送點給打開 來到傳送點之後 往北走一點點就可以看到海 然後看到海的時候 就往西走一點點 最好是用花瓣滑過去 這個獵狗幫的秘密基地 那在海上還蠻顯眼的 就只有那一個建築而已 不過我們來到基地門口之後 卻會被這個獵狗幫看文的人給趕出來 跟他對話之後 他告訴我們 需要走到班吉斯基地的邀請英俄 我們才可以進到獵狗幫的秘密基地裡 班吉斯的秘密基地 在如森區西側的海灘 基本上就是鳴雲島 角說你滑下來 然後看到班吉斯工廠區 一路往左邊西邊砍 他們的秘密基地就在那個位置 那我自己是從信號站 廢墟的這個傳送點 一路往西走 然後一樣要用到滑板 那這邊的天氣雖然霧一點 不過海上應該也只有 他們的秘密基地的這個建築 就一路往有建築物的方向 滑行過去就可以了 但很遺憾 來到他們的秘密基地前面 我們又再次被趕出來了 因為我們沒有通關秘語 所以沒有辦法進去他的建築物裡面 那要怎麼獲得這個通關秘語呢 這個守衛洩漏給我們 在班吉斯港口有一個守衛 知道這個通關秘語 所以下一步我們要傳送到 班吉斯碼頭的這個傳送點 傳送過去之後 在港口繞一繞 就可以看到一個港口守衛 跟港口守衛對話完之後 我們就拿到他的通關秘語 就可以進去 獵狗邦在 班吉斯的一個秘密基地了 好我們回到獵狗邦在 班吉斯的秘密基地 這個時候在跟門口的守衛對話 就多了第三個選項 然後我們選擇第三個選項 他就會放心我們 讓我們可以進去他的秘密基地裡面 進來之後 我們可以跟裡面的任何人對話 但比較重要的是 我們要到二樓這邊 看到一個資料 上面寫著獵狗邦的機密文章 是關於獵狗邦的一個派對 另外我們飛上去之後 可以拿到一個 有金盒的一個寶箱 然後在這個寶箱旁邊 也有一個機密文章 這個也可以把它讀一下 那在看到這些機密文件之後 我們就可以傳送回去 第一次到的那個獵狗邦秘密基地 他原本不讓我們進去嗎 現在可以進去了 但是在我們進去以前 你需要準備好草莓汽水 那草莓汽水要怎麼獲得 我們在白金島的這個 飲料機前面 每天都可以免費拿到一瓶飲料 那隨機的 在這邊有可能可以隨機獲得一瓶草莓汽水 那拿到之後千萬不要忘記把它給撿起來哦 那除了白金島有這個販賣機以外 海加德的二樓也有這個販賣機 一樣是每天可以獲得隨機的一瓶飲料 那如果在販賣機這邊沒有拿到飲料的話 我們也可以自己把這個飲料給做出來 隨便找到一台烹飪機器 右下角選擇自研 然後材料放入 蜂蜜 氣泡水跟草莓 就有機會可以獲得這個草莓汽水 不過機率是比較隨機啦 放越多成功率越高 草莓可以在納維亞圓能塔的東邊 底部的一些草上找到 然後蜂蜜的話就是平常打蜂巢的時候 就可以掉落 氣泡水在班吉斯的碼頭 食材商人哈里特這邊就有販售 拿到草莓汽水之後 我們回到咪咪島東側的這個獵狗幫基地 這一次跟獵狗幫的守門員對話的話 可以說你是要參加狂歡派對的 然後一路選擇第二個選項 他就會把我們放行進去了 進來之後右邊有一個叫做莫古力的小胖 跟他對話之後他會說 你身上有一個草莓汽水味道 前提是你有拿到草莓汽水 那將我們的草莓汽水交出去之後 就可以換到控制臺組件 拿到這個組件之後 我們就可以回到 一開始提到的這個機台了 在這邊的選項就有一個安裝組件 一樣在安裝完組件之後 不要忘記要啟動裝置 啟動完裝置之後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 海灣的一個解謎任務 最後我們回到這個 納維亞灣的正中心 來到這邊就可以跟這個機器互動 我們可以選擇進入生態圈 在上面總共會有四個寶箱 還有一個特質補給艙 那這個寶箱裡面 都可以拿到很多的墨金 特質補給艙裡面則可以拿到 正路影片開頭就有提到的 SSR元氣 劇情手臂 好啦那希望這部影片有幫助到你 然後喜歡我的影片 千萬不要忘記按讚訂閱我 我是達爾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拜拜